上一堂课,我们买了好多的原子笔和立克白,并说明了二次乘法公式。 各位还记得吗?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之前学过的乘法公式。 接着,我们往前跨一步,从平方变到立方。 要从二次乘法公式延伸到三次乘法公式了。 在高中,主要的三次乘法公式有哪些呢? 主要有以下四个公式。 那么,这四个公式该如何推导出来? 如果还记得之前乘法对加法的分配率,你会发现并不难哦。 首先,我们就先从和的立方公式开始吧。 接下来,来看和的立方公式要如何推导。 我们知道,A加B括号的三次方可以看成A加B自乘三次。 所以,可以把它写成A加B括号的平方再乘上A加B。 那在上一个单元有讲到,A加B括号的公式是什么呢? 就是A平方加上2AB再加上B平方,最后乘上后面的A加B。 接着就可以利用乘法对加法的分配率,把它一个一个乘开。 接下来,我们继续整理。 A三次方照写。 再来,如果是同类像的,可以合并。 也就是这里的A平方B加上这里的两个,合起来是三个A平方B。 另外,这里的2AB平方加上后面的AB平方,变成3AB平方。 最后再加上B的三次方。 所以,A加B括号的三次方就被推导出来, 会等于A的三次方加3A平方B加3AB平方,再加上B的三次方。 这就是合的立方公式。 让我们来练习一下刚刚推导出来的立方合公式。 括号2X加3Y的三次方等于多少? 答案是 括号2X加3Y的三次方等于括号2X的三次方加3乘以括号2X的平方 乘以括号3Y加3乘以括号2X乘以括号3Y平方 加括号3Y的三次方等于8X三次方加36X平方 Y加54XY平方加27Y三次方。 接着,我们来看X的立方公式。 A-B括号的三次方,首先我们可以把它拆开来, 变成A-B括号的平方乘上A-B。 那这边,我们是可以把它拆开来的, 它会等于A的平方减掉2AB,再加上B的平方, 后面照写乘上A-B。 接着就可以利用乘法对加减法的分配率把它一个一个承开。 接下来我们一样把同类像合并。 如此一来,我们就推导出 A-B括号的三次方会等于A三次方减掉3A平方B加上3AB平方减B的三次方。 题目二。 3A-2B括号的三次方等于多少? 答案为 括号3A-2B的三次方等于括号3A的三次方减3乘以括号3A的平方乘以括号2B加上3乘以括号3A乘以括号2B的平方减括号2B的三次方等于27A三次方减54A平方B加36AB平方减8B的三次方。 刚刚我们已经得到括号A加3B的三次方等于A三次方加3A平方B加3AB平方加B三次方。 只要我们稍微一项整理,就可以推出立方和公式。 A三次方加B三次方等于括号A加B乘以括号A平方减AB加B平方哦。 那它是怎么推导的呢? 首先,我们先将A三次方跟B三次方照写,然后再把红色的3A平方B和3AB平方移到等号的另外一边。 接下来就可以再把它做合并。 有没有看到,括号里面它们有没有共同的东西? 没错,它们有共同的公音式3AB。 所以,可以把它的公音式提出来,写成A加B的三次方,减掉3AB乘上括号A加B。 可以发现,前面的A加B的三次方可以拆成A加B的平方乘上A加B。 它们后面是不是都有共同的公音式? 就是A加B。 所以,我们就可以再把它提出来,写成A加B再乘上中括号A加B的平方,再减掉3AB。 接下来再把它整理一下,因为括号A加B的平方,可以拆开,变成A平方加AB加上B平方。 所以,又可以写成A加B再乘上A平方加2AB,减掉3AB,变成减AB。 最后就会得到A三次方加上B的三次方,等于A加B乘上A平方-AB加B平方。 这就是立方和的公式哦! 刚刚A三次方加B三次方,我们叫立方和。 那么,A三次方-B三次方,我们就叫做立方X。 同理,立方X公式也可以用X的立方公式推导出来哦! 首先,我们可以先将X的立方公式一向得到A三次方-B三次方,等于A-B括号的三次方加3AB乘以括号A-B。 接着,再用之前的方法整理一下,就可以得到A三次方-B三次方,等于括号A-B乘以括号A平方加AB加B平方的公式了。 同学可以试着,同学可以试着练一下哦! b三次方-B三次方-B三次方3. 8 18 透过前面的方法 我们可以推导出a加b括号的平方 a加b括号的三次方 甚至是a加b括号的四次方 a加b括号的五次方 可是这样一个一个推导真的有点累呢 仔细观察它们的系数好像存在某一种关系 各位有没有发现呢? 我们现在先把这个系数一个一个拿出来看 当我们把它列下来 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的系数之间真的有某种关系 它们的系数之间就是上面两个的核 会等于下面的这个系数 很奇妙吧? 这就是有名的巴斯卡三角形 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到巴斯卡三角形的原理 鼓励同学们先思考看看这个可能的原因哦 大家都会了吗? 我们来回顾今天学到的公式 一、核的立方公式 a加b括号的三次方 等于 a加ab加b平方 这些公式推导完后 也请把它记下来 它对我们日后做计算有很大的帮助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核的立方公式 字幕志愿者 杨核的立方公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